刚进来的时候 那个楼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以前的一个规划方式 楼梯就是能走就好 现在它反而变成是我们一二楼 最有特色的地方 眷村的环境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 因为它代表了我的童年 这个暗场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它是台湾省政府留下来的员工宿舍 跟一般我们所认知的眷村不太一样 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 我有很强烈的小时候的回忆 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小院子 进来以后是一个小客厅 有一个楼梯间的公厕 小厨房 小餐厅 但实际上它这些动线 已经不符合我们现在居住的一个需求了 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的光线 隔了很多的房间 光影进不来 所以里面基本上其实是很暗的 把客厅跟餐厅之间 还有餐厅跟厨房之间的隔间 取掉了以后 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整体的光线跟空气 它的流通感不同 其实我跟业主认识有一段时间 因为家人是在南部 他南北跑 我希望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 打开这一扇门进来的时候 可以让他的身心灵休息 建材上我运用了很多 比较温润的表达 做得更单纯 更纯粹 空间里面就剩下特殊期 石材 还有木纹的表现 三元素 组合成这个案子的呈现 特殊期其实是有很多的表达方式 不同的角度看是有很多的纹理的 触摸的时候它却又那么的平滑细致 木材它是有三纹的 带了一些老木 原木在里面 有它的纹理的质感 代表着岁月的痕迹 厨房只用意大利的水模式 台湾早期它会有一些水模式 刚好是相呼应的 有一种温润的感觉 我们刚进来的时候 那个楼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以前的规划方式 它的楼梯就是能走就好 踏街板 它只有不到15公分 已经不符合现在的需求了 而且会比较危险 业主是独居 因为身体状况比较行动不便 设计的时候 有很大的一部分要帮它考虑到这一点 踏街板 把它拉快了 让它在走的时候可以很稳定 二楼的隔间拿掉的时候 光影可以从楼梯的部分 宣泄下来到一楼 流畅感就完全不一样 楼梯它不再只有行走的一个功能了 它反而变成是我们一二楼最有特色的地方 二楼的部分就是属于它的私领域 把它分成睡眠区 然后合适开放的空间 外面的屋顶它是三角形的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说 它是不是里面会有一个空间 把它打开来看 真的里面就是多出了一个挑高的空间 如果我又再把它隔起来的话 那那个三角形空间就不见了 不要把隔间顶到天花板 让它整个的空间感都出来 从主卧室 可以看到我的天花板是延伸到外面 灯光可以跟着三角形的线条 做一个延伸的动作 木梁 用行钢的方式加强 沉重的时候不要去影响到原本的结构性 主卧室有一根很特别的小柱子 是这间房子里面我留下来的 因为我觉得它代表以前 那一根柱子我们并没有去美化它 它可能不是完美的 但这不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吗 我跟韦如一样啊 都是眷村的孩子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 然后温暖 善良 很负责任的朋友跟设计师 他花了很大的心思 在思考我的行动的动线 把空间打开了 让我活动的地方是open的 是宽敞的 这样子我不容易磕办到 这个房子它跟我有一种连结 是一种密不可分 会对它有依存 它会给你温暖跟安全感 它会陪我很久吧